法国认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根本对中国不痛不痒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也表示不支持这个外交抵制的做法 根本毫无意义 根据了解 包括了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英国等国 都宣布不会派遣国家官员 来参加北京冬奥 而中国则表示 这些国家都会为此来付出代价的 针对这个事件 俄罗斯奥会的主席表示 从体育的观点来看 这些措施绝对是毫无意义 全都是政治性质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也预定 亲自出席明年的北京冬奥 缅甸军政府发动军事夺权以来 陆续是传出血腥镇压 反抗民众的传闻 近日更有消息指出 缅甸军方残忍杀害无辜民众 引起了全球国际的哗然 这次暴行发生的地点 是在石阶省唐多村 传出有11位民众 被缅甸军活活的烧死 相关影片与图片 更在缅甸当地媒体疯传 针对这起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感到强烈愤怒 呼吁缅甸军方停止使用暴力 并且释放政变中被非法拘留的人 人权组织也观察呼吁 国际社会必须把下令屠杀的指挥官 列入制裁名单 并且断绝缅甸的一切精元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